因此帮忙苏秀南城 权了不少的人才 例如王兆林及其显力 尽管他在台南是南英工商后南巷子里有 依日本是佛寺 而其宗教修持观念也与我们有所差异 但是后来宝光方面有很多 人才都是出自这座佛寺所点传 台南开山顾区公所后盘的巷子里 有一处战时遭某军飞机轰炸过的货乌机 储祖顾祥林先生将他修复了一番设下道坛 民国三十七年光景 顾祥林到林内办 道须要三才 于是我便率领张长江 马仲林前往支援其开台 并亲自为顾祥林带 行上下礼 这虽然只是芝麻绿豆小事一装 但是行诸当年 彼此都认为极其平常 互相帮忙台湖上当人不让 替上天办事怎么敢分彼此 计较你与我 我与他 然而是隔数十年到了今天 道场上门户林立 壁垒森严 似乎是道青来网如林大 敌谁也不想不敢教义对外接触 这样淡漠其事的眼光心态与精怀又如何 谈包容圆容 又能见到成道 辅经思习不胜恶惯叹息 怎么说呢 只能说 时空转移的结果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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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